8月27日,亚运会乒乓球团体赛小组赛最后一战,中国队3比0战胜了老挝队,第一次出战亚运会的19岁天才小将薛飞,有着极其出色的表现,实战令。 中国是9岁天才第一次出战亚运,就故意放水让对手减回一分薛飞,今天出战老挝的莫当心,技术特点围局版的薛飞,在比赛里打得积极主动,将两局比赛分别以11比4和11比3的比分轻松胜出,比赛打得全胜局,薛飞一上来就打了对手一个10比0,直接把莫三星给打崩溃了。 好在此时,薛飞选择了手下留情,他给了对手面子,故意送掉了一分,最终11比1拿下了比赛。 这一幕和昨天孙颖莎打伊朗时的情景是非常相似的,当时孙颖莎9比0领先伊朗女选手, 但他选择在领先9球的时候就故意回球不过往送掉一分,然后迅速再拿两分手隔比赛,11比1胜出。 随后对手卡塔尔,孙颖莎又在第一和第三局,分别10比0领先的情况,下个让了一分出来,陈信同意也让了一次。 这样一来,短短短24小时内,国平男女的已经重计出现,看了5次让分时间了,可见国平有多么的强大。